第十五歲的鄭麗莎 接觸攀燈運動演出獲十年 除了是香港健美和攀石隊代表 Lisa可以滑周身刀把把力 另外還擁有體操、拳擊、健康舞 和土皮舞專業教練資格 近年她更加轉攻健美、健身比賽 憑著個人的努力 在去年的新加坡居人的 世界健美和健身錦標賽 獲得健體小姐冠軍 以及健美小姐亞軍的薯榮 Lisa希望透過參加大型比賽 爭取好成績推廣這項運動 我很開心可以在去年獲得世界冠軍 我覺得因為我獲得世界冠軍 其實政府和市民之間 都對健美運動而認識得多了 都有支持我 我希望自己可以不救的將來 也繼續努力去宣傳健美運動 在07年一次疫以外 傷及了膝蓋人帶 Lisa一道懷疑自己 可不可以繼續活躍於體壇 醫生說如果你不太好關注腳 就會有機會是嚴重的傷患 所以當時我自己經歷過 受傷過後要做手術 簡直每天都做運動是我的生活 完全不能動 我覺得很慘和很沮喪 當時的感覺有心無力 當時面對了人生最低潮 傷了腳就練上半身 經過很多猴子架 有時自己在家裡都不斷做引體上升 做上半身的訓練 身體上不能行動 但在腦袋上想繼續進修 因為覺得時間過了就是過 所以讀了很多不同的課程 讀了很多不同的教練班 理論堂 去唱歌 去學跳舞 去學煮食 想自己個人有多寄託 去度過這個階段 很開心 在傷患過後一年 之後就積極投入訓練 之後也得到很好的成績 這是我之前經歷過最低潮的時期 人總要為未來打算 Lisa現時只拍了多一套動作片 如果有機會 她也想模仿自己的偶像 李小龍投身演藝界 成為一位國際動作演員 我覺得李小龍是非常敬佩的偶像 因為她的意志和精神 是中國人之中的唇膏最厲害的典範 我很欣賞她的付出 以及她的努力 Lisa還未知道 最後可否投身演藝界 但她會堅持每天都做運動 保持最完美的體態 隨時接受人生每一個挑戰 亞洲電視記者張志豪報道